这里是福建最大的茶清交易市场 从三月中夏旬开始 随着白茶进入最佳制茶期 交易时间也越来越早 此时交易的茶都为清明前采债的偷茶 他们将给茶农带来一年中最早的收益 点头镇是福顶白茶的核心产区 此地茶农种植最多的 是一种名为福顶大白的茶树树种 它们是制作优质白茶的顶级原料 采摘下来的娇嫩茶芽 需要尽快摊薄亮晒 鲜叶的价值每一分钟都在流失 尽快交易是买家和卖家的共同心愿 梅香镜是福顶白茶传统之间的 制作工艺标杆性的人物 今年已经77岁的她每年仍坚持自己做一些白茶 从着一起在一杠上一道是我的 梅老所在的村庄名为伯柳村 有白茶第一寸的梅玉 相传这里是最早人工种植福顶大白茶的地方 每年茶季 梅老的妻子就会上身自己采茶 小姨 你在这儿啊 我打几话点米达给人家里 你这儿不在这儿 你还打几话就要打几话了 我老板在哪里采茶 我踩得不多 他踩得很快 七明左右 这几天就是踩这个一牙一叶 就是七明后的 两叶一叶 或者是三叶一叶 到时候过一下去的时候 那个茶叶就很残了 同一棵茶树的叶子 按照不同的采摘标准 可以制作出不同种类的白茶 清明时间都采摘细长芽针 用来制作等级最高的白蚝银针 清明到谷雨之间 采一芽两叶制作白牡丹 谷雨后茶叶粗壮 就制作寿梅 这也是市场上 大家最为熟知的三个白茶品类 它们从外形到口感各有不同 制作手法却都是用生晒 传统白茶制作 一共有四道工序 采摘 摊量 尾雕 尾雕是白茶制作最主要 也是最关键的工序 在这个日光尾雕啊 这个叫做日光尾雕 比较要看这个天气 我们这个老工艺啊 工艺要靠天气化 没有好天气啊 就稍微不了好茶 好像今天这个天气 我就不理想了 充足的阳光 干燥的北风 都是查人期盼的 然而 这在春季 却不多见 看似简单的尾雕 考验的是 制作人对温度 湿度 日照 空气流动的综合考量 全无标准 日光尾雕啊 不能晒得太久时间 因为早上 我们这里有海雾 怕这个海雾 对它的色泽不好 中午的时候呢 又不能暴晒 暴晒呢 它就会化红了 晚上呢 要早一点烧起来 因为怕漏水 对它的色泽倒不好 有经验的查人 会尽量将北雕 控制在72小时左右 太快或太慢 都会影响白茶盛茶品质 也要富有其他人 就会有其他人 加入who on the hard 和天 都会给你 在梠里的 小时 以Go 用试着 属于 白色的绒毛均匀覆盖在真心茶叶表面 组成白蚝 这些白蚝不仅造就了它优美的外形特征 也成就了白茶蚝香蜜蕴的独特口感 冲泡后的白茶汤色橙黄明亮 香气鲜爽滋味微甜 福建是白茶的主产区 也是白茶的发源地 中国白茶在福建这句话 辐射的地理范围 包含了大部分的明东和明北茶区 福鼎 郑合 建阳 松西等地 皆有出产白茶 郑合 原名官吏 香传宋徽宗喝到此地所产之茶 大为赞杀 后将自己的年号郑合赐予了他 郑合成为全国唯一一座 英茶得名的县城 大圈 请坐一大圈 请坐一大圈 傍晚六点 新一批茶清进场 杨风 郑合白茶非以传承人 这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来 稍后 称完 全部称完一起就上篮桥 杨风所说的篮桥 是他为白茶尾雕 量身定走的一个专属空间 今晚 这批茶清就将在这里 度过尾雕的第一个夜晚 下门正是昨天的茶清 这次开始走水 脑袋塌塌下来 它每一天的不一样 建筑群西侧 最长的这一栋建筑 就是杨风建造的廊桥 廊桥长81米 宽4米 离底12米 为全木架构 最多一次 可同时容纳约两万斤的茶清围调 传统意义上的廊桥 都架设在山间河流之上 既方便人们过河通行 又可停留休息 在明浙两地山区十分常见 廊桥内通风舒爽 五阳光直射 五风雨轻时 是村民休闲时交流聚会 最好的去处 为白茶建一座专属廊桥 杨风是第一人 因为廊桥它两边走是通透的 即使有斜雨过来 整个板是把鱼给打了 而廊桥相对有一定的高度 要是起风了 它的风向是由底下往上吹 所以我们用廊桥去尾雕 相对应的死水率都非常匀整 除了做茶 杨风坚持做白茶推广 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 每年都有外国人 慕名来到正和向他学习 这个都是以前的茶园 老茶园 就以前的 现在没人耕种 没人采 就变成抛荒茶了 就是没有人管理了 抛荒 对 抛荒 对 要理解抛荒两个字的含义 Leo需要更多的了解茶 在中国 茶是一种经济作物 农民选择种植或者抛荒 都与市场息息相关 因产量少 价格昂贵 近现代白茶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以海外市场为主 国人对其认知度极低 白茶的抛荒时 正是白茶近半个世纪 不为人知的新帅时 走过了漫长的寂寞岁月 白茶重新被市场认可与追捧 不过五年的光景 在这之前 很多以茶为生的农人 早已离开这块土地 阳风是个例外 很多 一起 一起采快点 没采好 回家没饭吃 请你喝三杯茶可以 OK 再点个站 从闽东的府顶到明北的郑河 所有白茶原产地的人们 采用着最古老的方式制茶 不炒不柔 耐心地与阳光空气对话 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多的保留茶树的本味 历史两年 深方时久 细细体会茶人与土地的身形厚意 致敬福建茶文化的荣耀与梦想 福建茶世界观 福建茶世界观 在茶的世界里 香是最难以琢磨又最令人回味的 中国人对于茶叶香气的痴迷 催生着匠人们不断锤炼手艺 以其能最大激发 转化 保留住这种植物中的香风物质 在茶界 气泡有余香的代表 是产自福建南部高香持久的乌龙茶 铁观音 依靠独特的香气 短短十几年 铁观音从福建南部安西一路向北 征服了大半个中国 在铁观音三百年的历史中 这是一段从未走过的路 中国茶都 全国最大的乌龙茶交易市场 铁观音是这里的绝对主角 市场全民开放 逢一逢六号是赶集日 人数最多 每年茶几时 批发市场内三千多个零食摊位 坐无虚席 阿良是个地道的安息人 今天他带着自己刚做好的秋茶来到市场 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来 这铁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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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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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没铁观音 铁观音 铁观音 手捧茶叶 将鼻子深埋进茶叶中 是每一个光顾茶摊客人的规定动作 香 是他们评判茶叶品质好坏的关键所在 但这并不是决定交易的全部因素 交易市场内提供廉价又便捷的冲泡服务 茶客们有中意的茶叶就可以冲泡试喝 一毛钱可以换一壶热水 有人估算过 这个小小的热水供应点 平均每天的用水量为7吨 超过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用水 金鱼市场知道的各地茶商会在这里对茶叶 进行最后一次质量及价格的估量 茶叶的汤色 香气 口感 耐冲泡度都是他们需要考量的 阿良今天的运气不错 不到中午便有客人看中他的茶叶 安西地处戴云山脉东南坡 自唐代就有了彩茶制茶的历史 清代人们在此又发现了一种新的茶树品种 以此树种所制之茶 有一种天然富裕的兰花香 滋味醇厚甘鲜 得名铁观音 两百多年来 人们始终清新于他的兰花香与观音域 安西西平 铁观音最早发源地 今年54岁的魏悦德从小就生活在这儿 种茶制茶是魏家的家族传统 祖上留给魏悦德三万多株老茶树 每年茶季 他都会亲自上山采摘 并制作一批手工茶 老茶树大多生长于石壁之上 采摘并不算容易 与树林较小并密集种植的茶叶相比 和杂草共生的老茶树树冠较高 拥有发达的根系 能深入土壤 获得更多元的营养物质 正因为此 老茶树所制之茶 滋味往往更为传厚 这个老树最起码还有200年以上的 用钱买不到 我是八九岁就会采茶 我们代代相传的做茶工艺是这样的 但我是第九代 采摘下来的鲜叶 需要立即做后续处理 在魏悦德的手中 一片茶树树叶从采摘开始 到成为可以平民的铁观音 至少需要六个步骤 尾雕 去除仙叶中8%到10%的水分 做青 交替三到四次 使茶叶发酵 杀青 使茶叶中止发酵 柔练 卷井茶条开始塑形 包揉 使茶叶成珠状 烘干 去除水分 制成茅茶 在绿黄 白 青 红 黑 六大茶类中 青茶 也就是乌龙茶 有一道独属于自己的制作工艺 做青 它对茶叶香气与滋味的走向 有关键性作用 同时 也是乌龙茶香味口感 丰富多元的根源所在 茶 是物质的 是中国人开门七件事之一 是福建能建度极高的国际化商品 莫龙花茶 可以过来品尝一下 我们一起喝个茶 祝大家明天的花财 我对你 好 请喝茶 茶 茶是精神的 一片茶叶 激发出无数文人 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巧思 茶是文化的使者 从福建出发 跨海漂洋 一众的不仅是茶种 更有土地的芳香 家园的轻微 一时两年 深方十九 细细体会 茶人与土地的深情厚意 致敬福建茶文化的荣耀与梦想 福建茶 世界观 做青大多是在夜间进行 无论是经验多么老道的制茶师傅 也无法保证每批茶青都能完美处理 卫月德也不例外 他需要沉静下来 以便更精准地感知温度 湿度 茶青的状态 做青 分为摇青与亮青 摇青 是伪雕的仙叶苏醒过来 茶浓称为火 亮青 将叶片静止发酵 青草气不断地被逼走 称为死 移动移境 反复交替四次 夜内人称 死去活来 第一遍摇青是比较简单 五六下叫叫醒 像我们小孩子拍拍屁股 请来了 吃饭了 第二遍的叫摇水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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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出了两边变成了轻微的破损 破损后所有的水分从这两边流出来以后 这个是成了一个箱口 叫做茶氧的氧化 很多人说栗叶红山边 实际上栗叶红山边 不是红双边 是山的边 跟茶的接触比跟老婆的接触还多 跟小孩子的接触还多 这四十年来 不管白天晚上睡觉 起床都为了这个茶 我感觉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90年代 一种新型制茶手法在安息流行开来 它能让茶叶呈现绿汤 绿水 高香的特质 市场称之为清香型铁观音 高阳的香气 清绿的茶汤 让它成为茶叶市场的宠儿 无铁不成电 无鞍不成室 是民间对安息铁观音市场火爆最形象的总结 利益点燃了这块土地上所有人的热情 原本只采摘春秋两季的铁观音 也被疯狂的市场催生成春夏秋冬四季茶 过度开垦 过度采摘 过度简化制茶工艺 让隐患随之而来 近些年 在安息的高山深处 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悄悄改变铁观音的走向 和市场面貌 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建庄园的时候 种了至少十几万棵的树 你看 这边有很多的松果经常会掉下来 成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分野建 像这棵大的茶树 我们十几年来都没采过 所以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那像这个茶树 你看 这个很多的虫子就来到这里 你看 虫源 有些都吃到了 就在上面 很好地保护好我们下面的这个茶叶 除了使用样珠招虫 茶壮源还注重植株的多样性 松树 果树等木本植物 在山间大量种植 木本植物叶子更为鲜嫩 海虫在保湿一顿之后 就放过了茶树 与过度开墾的光头山不同 这片山林只在海拔 500到800米处被开墾种植茶树 山头和山脚或保留山林原有的生态 或种植不同的树木 俗称头戴帽 脚穿鞋 丰富多样的植被 既保持了茶山水土 也维持了地域生态平衡 茶树不再是茶山上的孤儿 现在大量地在回归说 茶树不要密集种植 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 它其实可能产量也会降低等等 这种困难我认为是可征服的 但是我们要追求要成长这一块 我觉得说要我们最大的努力 对辛苦了一个茶剂的茶人来说 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喝上一杯 自己亲手制作的好茶 今年威越德用传统手法制作的铁观音 一经充泡便带着显著的花香 蜜蜂也闻香而来 茶门有问题 茶门有病 人有病 只要我们人去顺应自然 去保护自然 我们铁观音是任意 这个正经路上绝对是好茶 三千平方公里 一百一十二万人口 他们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从事着与茶叶相关的行业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中离不开场 对一杯茶发自内心的眷恋 让他们不断地随着时代的步伐 对公益 口味进行调解